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小警察说明镜与点栏目 好的理事长 您只是一家里的工作都是您安排的 您还这么低调 真的不用告诉你们吗 还不到谁 民事长慢走 新任 市长夫人竟然是他 看来我得亲自拜访一些王家 一些会给市长夫人好好关系 七国我准备几份受礼 我要去王家拜授 那天啊 也是时候让清月不知道这真是谁 花园 你可算来了 走吧快点 奶奶书院又迟到了 等一下 既然来了 就把清月的离婚协议签了 你开头吧 谁跟你开玩笑了 今天叫你来 就是为了让你跟清月离婚呢 你跟外婆给售了五年 连个车子都买不起 你配得上清月吗 只要清月他答应 我能让他开上世界上最好 喂 陈少啊 集团下的通知 我给清月安排了一个销售经理的职 您让清月尽快入职吧 还得是您陈少啊 真是帮了我们家清月大忙了 不像我们家那个废物最后一点用都没有 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肯定是要学和猪之间的差距大点多 你们家那个坠绪 我是真看不出他怎么配得上清月的 要我说呀 你陈少跟清月还叫天道地设的一对呢 嘿嘿 陈少啊 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家清月 迎亲啊 师妈你什么意思啊 我和清月还没离婚呢 你当着我的面 让别的男人去清月 我先挂了我正要帮我爸准备在接下来 你去承认 完点奶奶的寿宴 我会此时的清月 哎嘿嘿 老妹 你放一放 人家陈少都能接待千达集团理事长了 你是不是什么东西啊 所以我一个 浩然才是我老公 我跟陈少只是朋友 浩然 你也别再生气啊 毕竟这五年你一直都不在家 都是陈少一直在帮衬着我妈 所以我妈她在一直想着 我 谢谢 清月 我跟你说 我今天见到我们千达集团理事长 他怎么好帅啊 看你那熊样的 见一个爱一个 真没骗你 而且我们女生不见水 你特别爱老婆 你老公将来打工不是回来了吗 快来我看看他找什么样 那让你看一下 那让你看一下老公过来 别聊天了 我们快上车吧 奶奶收宴快迟到了 哎好 四四我们晚点聊 我要去参加奶奶收宴了 那好吧 拜拜 高姐姐夫 高姐姐夫 叔叔沈珍 你们来了 坐吧 清月 这就是你那个五年都不着家的好老公啊 浩仁他之前一直在外地打工 所以才没回来 还不是因为 没正道歉 不像我 现在已经是千达集团的保安部队长 内服啊 不然你求求我 我给你在保安部安排个工作 我的工作 你可安排吧 哟哼 还装上了 你这种飞舞进去能干什么 当保洁吗 哈哈 算了 难得一家人聚在一起 别吵了 都吃饭吧 奶奶 祝您六十大寿 生日快乐 这是我给您准备的 寿 这个呀 您可得好好的收着 这是我们家礼宾啊 花了二十多万 买的金花瓷呢 二十 奶 这山水长青花瓷 祝您青山成在 洪福齐天 可以啊 小海 这话可是当代大师的真品 一福就得三十 真是我的好乖孙 有的人啊 两手空空就来赠诗赠喝 这脸呀 你成枪还好 奶奶 这是我和浩然的点心 祝您生生快乐 清月妹妹 你这么系的链子 也能送得出手 给我家狗栓 我都去掉档次 哎 你这链子怎么一车就断 不会是假帽 你怎么能弄坏 我送给奶奶的礼物 不过是一个便宜货而已 你怎么能弄坏 这好歹也是轻易的一份心意 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你有本事 送出比他更好的东西呀 既然是奶奶六十岁大时候 我就给奶奶包一个66万的红包 66万的红包 张浩然 你不吹牛会死是不是 你入罪我们王家五年 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有钱呢 你没钱也就算了 还拿一张假执票在手装是弄鬼 这要是奶奶真的拿出银行兑换 还不得被抓走啊 张浩然呢张浩然 原来我以为您只是穷 没想到穷就算了 人还不老实 张浩然 没想到你为了装逼 居然会拿出一张假执票 你还要不要脸啊 这个支票没有问题 他们要是不信的话 大可以打电话 你喝嘴吧 结婚五年了 房子车子什么都买不起 到了现在了 还是满嘴谎话 不知道算认错 清月呀 当初你旨意要嫁给张浩然 我也没说 今天一看 这张浩然好高不远 没人倾服 居然拿开假执票这种事开玩笑 我看你们俩不合适 这话说 我 跟自己的关系 但是就没有政治 大话 爸 我可真没说大话 这些钱 就是我给奶奶的一切心意而已 你就不信 我们打电话给银行 问你这支票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有什么好话 这个支票没有 最后打的 死到临头了还嘴 我现在就打 如果它是假 你就从这 给我关出去 哎 贵姐帮我查一个这票账户 我要查查这个账号是真的 还是假的 好的 先生你稍等 您好 这张支票账号 争取有效 可以认可取出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这张支票账号是真的 张浩然 你哪来那么多钱呀 妈你干什么呀 这支票已经没有问题了 你怎么还要动手 张浩然啊张浩然 你果然是脑子有问题啊你 这六十六吧 是你这五年来 在外边打工好不容易攒呢吧 现在为了出一时的风头 你居然要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送礼 我真的要打死你这个白家子 干干干 张浩然 你怎么能为了面子这么丑我 你以为你拿出那么多钱 他们会佩服你 我 把这片还给我啊 这是清月的钱 你们一分钱都不能拿 这让送出去的礼 就是拖出去的水 这是奶奶的寿司 你现在拿回去 奶奶怎么看 我不管 这是清月的钱 张浩然这个废 没有资格用它 给我 乱乱了把这片还给他们吧 听到没有 张浩然 你也不知道节俭一点 以后清月跟你过日子 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你也像这样大手大脚的花出去吗 奶奶 这点钱对我来说不算 就是给您的一份信 多 幸福 既然你这么大方 那就别把钱拿回去啊 张浩然 能不能见识一点 那可是六十六万 你还是觉得那六十六万不算钱 那这 你为什么没有 向家里打过一分 清月我 清月呀 你早就应该看清楚他的嘴脸了 今天必须离婚啊 你们根本就不合适 这个钱啊 就当做他这么多年来 对你的补偿了 不是吗 你为什么老让我跟清月离婚啊 自然是因为我比你更适合做清月的 哎呦陈少啊 陈少 陈少 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奶奶的六只大寿 我自然是来拜售 快请你编住 快请快请 奶奶 您看 这不是前年一场拍卖会上 拍出五百万高价的 北村一如意吗 这北村一如意意意义是财源国管 据说 有改善方子真强气韵的功效啊 奶奶 这可是一件重宝啊 你还赶快谢谢陈少 老神拜谢陈少 奶奶练进去课 全全五百万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只要您高兴 那这欲如意他就是值得的 看见没 有的人打工五年 只能赚几十万 有的人啊 可以把这几百万的东西说送人就送人呐 你说是吧张浩然 不知浩然为奶奶准备的兽礼 是什么呀 那个废物有什么兽礼啊 出去给人家做了五年的牛马呀 就挣了那么几十万 哎刚刚啊 要打肿脸充胖子 全都拿出来包红包啊 张浩然 做人还是要有机器 转几十万已经是你的极限了 但对我来说 不过就是写写字吗 不过就是写写字 哎呀陈少 你写支票给他干什么呀 阿姨 这个废物根本配不 让他拿着一百万滚住王家 我 来做你们王家的会训 哎呦 还得是您陈少有眼光啊 我们家清月呀 就得配您这种才俊吗 很王家贵 那不好意思 你在我面前 两个奴隐 渡口 张浩然 到现在你还大放决词 当初我就不该同意你和清月的婚事 把零回协议拿着来 张浩然 赶紧签字 跟清月离婚 让我们清月 可以以清白之身 嫁给陈少 来人 上聘礼 上聘礼 极品翡翠玉光银一座 价值八十万 赤火真金对戒一对 价值一百万 百年雪生一株 价值三百万 上京市中心大平均一栋 价值八百万 王师傅 看到那张浩然 这是我能送给王女 你能送给他什么呀 哎呀清月呀 你看看人家陈少 拿出这些片 离哪一样是他张浩然能拿出来的 你还有什么 赶紧跟他离婚 还得是陈少呀 晴月 你睁开你眼睛好好看看 谁才是真心对你好的人 我想问你 钱就能买到真心 哭 他陈少能给我照样 而且我给你一定的笔 哼 你拿什么给照顾 到现在你还在走 我要是我立了签字滚炸 就是啊 别耽误了我姐的大好前程啊 要是能攀上陈少这个贵心 王家就能一飞成天 别跟他废话了 赶紧签字啊 你让我们对你顾晓 晴月 我知道这五年以来 我没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 但你放心 之后的日子 我会让你拥有想不尽的东方 今天 这个选择你来做 如果你想和我一分 我们好就好算 但如果你不愿意 就再打死我 我用一个敢批评 好 我不解 我的老公只会是浩远 传我命 半个小时之内 把八项顶级重力 定到猫下 林市长下达了命令 带上八重顶级聘礼去王家 快去 半个小时到 我也得快点出发 去王家拜售了 王晴月 这个不孝人 你要让我跟你爸爸 被这个废物 不可以避免我 晴月呀 我们聘礼都收了 你敢收不下 你可是治王家于不义呀 你今天必须嫁给城上 你们再别逼我 我根本就不喜欢城上 我只想跟浩然在一起 王晴月 你他妈别给脸不要 你们一家的人的工作都是我一手完美 惹恼了我 灭了你们王家 好大的口气啊 什么王家 所有人的工作都是我安排的 什么时候成了你的股 大浩然 他说白日梦还能干什么 拿不出屁里 我回来 别急啊 今天我就给你 你如果能拿出比我更重的病理 那我就把王晴月还给 并且 我还要帮助跪下叫你一声爷爷 那咱们就补 别到了 跪下叫爷爷之后 你就现在都放不好了 张浩然 你无权无势 拿什么个陈少 陈是黄鼠狼撇屁股 不害臊 就你那点底细 能拿出什么聘礼来呀 如果你拿不出比我更贵重的聘礼 我就会把你的腿打着 让你亲眼看着 我跟晴月的一望 张先生的聘礼到了 珍珠翡翠白菜一株 环金琉璃涨一涨 价值五亿两千万 琴笔金尖金首饰一套 地丸绿宝石一颗 价值八亿 上金独栋别墅五套 限量劳斯莱斯五辆 价值十二亿 千年天山雪莲一株 千年瑶池灵芝一株 有价无市无价之宝 这都是这 张浩然送的吗 你没开玩笑吧 绝对不可能 一个废口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无价之宝 怎么样 我送的所有东西 任意拿出一样 都要逼你所有的品牌 现在该你跪下 叫我严肃 等一下 谁知道这些东西是真的是假的 谁又知道你刚才那些人是不是你请来的演员 这些东西没准就是你从第一台买来的垃圾 连扶我们的 好 我说呢 这你个臭打工的 咱们可以拿出那么多钱啊 好 你个张浩然 你竟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欺骗我们 你以为这样 我们就不让你跟庆月离婚了吗 最亲欺人 浩然 这是怎么回事 既然你们不信 那大腿也见 那我们现在就来验验这些东西的真实 如果这东西是假的 我保证会打断你的双腿扔出去 作为你戏弄的一样的代价 瘦楼不说 这些房产症都是真的 我刚刚在罐上查过的 这些老师来的不要之上 都是独于无二的编号 这些都不是假货 是白玉白菜 这路口完绝对是唐朝的 这是公平啊 这千山雪铃也是真的 老师身上的病全好了 这一下子感觉年轻了不止20岁呀 这绝对不可能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真品 张浩然 这些东西都是你公司在拍卖会上 买的给李信长的 为什么会在你手里 到现在还看不出来吗 因为我就是 千达集团全球李信长 你在撒谎我不是 喂爸 你现在跟你说 喂喂爸 你现在跟李信长在一起 你问这干啥 咱们公司前段时间 不是在拍卖会上 买了真品送给李信长 我这边有一个疯子 拿着这件真品 还说自己是千达集团的李信长 不可能 李市长和林董已经马上到接风宴了 是谁那么大的胆子 跟冒充李市长 儿子 帮我好好地教训一下 这个冒充李市长的小偷 放心吧 我会 主案 都听到了 李市长正在去把我爸为他准备的晚宴上 真好然 他就是个满嘴谎话的小偷 那如果我说 陈才准备的接风宴就是给我办的吗 到现在呢你还在做 李市长正在去往我们爸晚宴的路上 张浩然偷了李市长的东西 你们王家都得为他去陪葬 张浩然 你自己自己就去呀 你怎么能拖累了我们一家人呢 你干嘛呀 你不是保安队队长吗 你赶紧打电话 叫人把这个小偷给我抓走 要是晚了 天怒了李市长 我们全家就都完蛋了 喂 宝贝科吗 给我派几个人过来干什么 做了怎样快点 糟了 你要是害我 被李市长迁怒 我保证着你 生死 姐夫 你先别急 这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我劝你三思 如果你在这抓了 那后果你承担不行 抓你一个见识 能有什么后果 我劝你最好老老实实配合 否则我不建议的你 少年皮肉吃 把他给我压到保卫科 你们都给我出手 林董事长到 不好 不能让林董事长 看见这个小偷 不然我们全家就完蛋了 快快 放到保卫科 别让林董看 后人 后人 哎你给我回来哎 林董 您怎么大驾光临了 黄奶奶这不是您六十大寿吗 给您拜售 我何德何能啊 还让您亲自来拜售 快请 快 快 快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自小跟秋月关系比较好 这不是过来跟奶奶拜售吗 刚才陈才父子 也想和李氏长拉近关系 你还挺会来事的 对了 这个就是王清月吧 是呀 是呀 是 我是王清月 林董好 这是出落的 亭亭予利的 集团的通知收到了吗 明天就来入职啊 要是这个销售经理不合适的话 咱们再换 这不太合适吧 哎 合适合适 特别合适 林董啊 您真有眼光 我替我们家清月啊 谢谢您了 林董啊 为何您突然如此关照我们王家呀 王奶奶 我跟您说句实话吧 你们王家能有今天啊 都靠把握了一段良缘呢 林董啊 您说的特别对 清月跟陈少 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那陈少的父亲是集团的副董啊 那您对陈少肯定是十分器重的 对吧 陈少跟他什么关系 张浩然呢 怎么不在这儿 哎呀坏了 林董肯定知道张浩然偷了东西 现在来追资格的 林董 您有所不知 张浩然偷了李氏长的东西 我已经把他送到保卫科 什么 你们竟然 把张浩然 找到保卫科 林董 您别激动吧 他不过是个小偷吗 嗯 好 而且 谁给他胆子 敢四四抓他 走 这这林董怎么突然就翻脸了 奶奶 这你还不明白吗 刚才林董啊 就是来兴师问罪的呀 对对对对对对对 林董刚才那么生气 估计失看张浩然他不在这儿 我现在去保卫科了 哎呀 完了完了 誰 得罪了千大集团 我王家要灭顶啊 王奶奶放心 我有份 帮你们解决王家的危机 求你救救我们王家 救救吧 张浩然把林董气得连我 的脸面都不顾气了 肯定是要是张浩然于死定 你们如果不想被歼怒的话 那就只好请我帮助 不过吗 陈少王 只要你肯 为我们王家平息林董的怒火 那清月 他随时是你的女人呢 妈 怎么能随便拿我的婚姻开玩笑啊 你闭嘴 要不是张浩然 我们那惹怒的林董妈 在工作呀 全泡汤了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听那个贱人 孟孟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你 不行 我不能让哈人出事 我要去找林董求情 诶 清月 赵然 你老实交代 你是怎么把林董的东西给偷出来的 我都说了多少遍 那些礼物全是林妙然签子多个 你怎么不信 哈哈哈哈 死到临头了还可以啊 我劝你最好老老实实 把这任罪书给我签 这样你也能够少受你批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有种 张浩然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动你啊 我告诉你在这个审判室里 我就算把你拔死 都没人管你啊 区区一个本 如此 要是 我还真不知道集团 这 你他妈还敢嘴 你 痛痛痛 愣着干嘛 啊 麻吉 大家一起用 他妈跟你是 多少 领导 是什么事 让你大家光临啊 丢 我看到什么 哦 这个小偷偷了集团分部 给领事长的见面 我在教训他 李冰 我看你现在是没搞清楚状态 如果趁现在赶紧跟我跪下道歉 还来得及 怎么还胡言乱 李冰 李冰 你打错什么了 错人 永远无知的废物 看清楚了 他就是千打击的全球理事长 李冰 我说过 你抓我后承担不起 现在 李冰 李冰 对不起 属下办事不力 还请责罚 美冰 美冰 我我我一早就发现了 你是 你这么棒 你你听雨晴啊 你你亲自不犯了 美冰 给我一个机会 现在知道叫我叫美冰 刚刚不然说 要把我弄给ICU 让我后悔从阳台里输了吗 不错了 不错了 美冰 哈哈哈 交给你 是 董事长 李冰 问你直选以供奴私 涉嫌故意伤人 你别开除了 永不录用 先进去蹲两天再说 董事长 董事长 律师长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知道陈才的儿子 现在对门无礼 您看 需要取消接风厌吗 不必了 接风厌要找上举行 我亲自不犯 是 秦月怎么在这儿 看来还是让你担心了 秦月 怎么回事 我听说你老公偷了李市长的见面礼 他怎么敢呢 我相信好人 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思思 你不是在帮林董事长做事吗 能不能帮我跟他去就行 你放心 我晚上要去接待李市长 会帮你出事 谢谢你死 不不你这老公没本事就算了 我今天到晚静给你惹麻烦 我看你还是早点离婚嘛 还配不上你 秦月 秦月 谁呀 报名啊 脸上俩哭了当白色的 不是你这个人讲的 差点跟着我 张婉 张浩然 哎 还挺巧 今天能在这儿去 高中那会儿 到现在好久没见了吧 高中毕业之后就没见过他了 穿的这么寒酸 看来混的不怎么样 我当初怎么会暗恋他这种废物 张浩然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怎么混到这种地步了 哎呦 这一身穷酸味 跑到这俩胖子那了 张婉 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高中那会儿你可不这样啊 你还跟我写个情书呢 对不对 不准提这件事了 你还以为你是高中时候 那个高高在上的笑草吗 现在的我 可不是你能高攀得起啊 行 那你现在什么神圈啊 我现在 可是千达集团 材料收购部门的总监啊 整个上京 所有的建材公司 都要抢着来讨好我 区区一个部门总监而已 我建议啊 平时做事低着 你太过嚣张 万一哪天惹了 你不该惹的人 你太过嚣张浩然 不要以为我会因为以前的事情 给你留情面 我最讨厌现在没本事 又嘴硬的男人 现在我急着去理事找的接风宴 没工夫给你这个废物 这个账门 当个部门总监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接风宴 我等着你 秦月 我劝你还是认真考虑一下离婚的事吧 我听说陈尚不是在追你吗 他可是不懂的 我不会 好歹比你现在老公强 谁说 是不会跟浩然离婚的 哎没救了 恋爱闹 秦月 我叫的车到了 秦月 我晚上还要接待理事长 我先走了啊 好 浩然 浩然 你怎么出来了 你不是被林总市长抓保卫科了吗 哦 我跟林总说了 误会一声 那就好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真当小头论呢 不过你那些片里是怎么回事 既然都这样了 那我就不瞒你了 其实我是 吓死我了 爸 秦月 你现在带着浩然 给市长泄风验上 找诚上道歉 我替你们向他求情了 只要浩然不可传 诚上就不会为难王家 还会重新给你和浩然安排工作呢 哎不用吧 浩然 我们还是会去找陈尚吧 别浪费爸的病苦心 秦月 您先进去吧 我打个电话 嗯 啊 林道然 我已经到酒店楼下了 告诉你 可以来接我 真会气啊张浩然 对了碰瓷 追我追到这来了 碰瓷 什么碰瓷 晴悦 别听他下说 刚刚他开车差点撞了 现在还要用 臭我碰瓷 难道我还是要冤枉你啊 张浩然 我可是千达集团的高管 不然碰瓷嘴皮子 就能让你再上京待不下去 我还确实冤枉你吗 张婉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浩然他不是这样的人 误会 你们两口子到这来 不就是为了要钱吗 给你们 喂 林董哎 什么 理事长已经到了 啊好好好 我这就叫我儿子去接走理事长 喂 儿子 理事长已经到了 你好好的去接待一下 一定要好好表现 这次咱们成家能不能一飞冲天 去看今天了 张婉 我再说 我是来参加接风宴 我没心情 叫我 今天来参加理事长接风宴 都是千达集团 有头有脸的大人 你什么东西啊 长得人模狗样的 这没想到是两个碰盆的呀 张婉 我跟浩然没招你 没惹你 你这么说不合适吧 不合适 王七月 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啊 今天来这的 都是千达集团的高层 你跟你的辈子老公 拉在这里才是不合适啊 就是 等一下理事长来了 看到这两个下三浪在这边碍眼 肯定会不开心的 把他们赶出去吧 你们要是真把我赶 那后果 你们可承担不起 那有什么后果呀 能来参加这场接风宴的 都是集团的高层 弄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简单 识相的话 赶紧给我滚出去 又可以上来了 哎呦您来了 吵吵闹闹的让什么让 不知道理事长已经到了吗 什么 理事长什么时候到了 那陈少说的理事长 是那个年轻人 张浩然 张浩然 怎么是你 不然你以为是 陈少你说的理事长 难道是张浩然 怎么可能 他不过是个小偷吧 冒充理事长的身份到处照样 明明已经被保卫科抓起来了 也不知道怎么跑出来 好啊你张浩然 竟然敢弄虚作假 误导我们以为你是理事长 我再错 我就是欠杂其他那理事长 是陈才求着让我来这个接风宴 张浩然 你还没有睡醒吧 我爸亲自打电话让我来接待理事长 你说你是理事长 在场的人怎么没有人认得你呢 理事长平常都是神龙剑手 不一样 我看这个人就是站着这一点来骗我 陈浩然 听到没 根本没有人信你的屁话 我告诉你 等一会我和我爸亲自接待理事长 这场宴会不好 理事长一定会对我们父子加以重用 可是见一面理事长 你是那么确定不会中 陈浩然 我真不知道你在狂什么 要不是你岳父亲自死皮赖脸的求着我给你和清月安排工作 你连见我面给我赔礼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陈上 原来 张浩然来这 是为了求您 还一份工作的 不过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求别人办事态度还他妈这么想 你给我安排 你也 浩然 你少说两句 陈上 不好意思啊 浩然他不是这个意思 陈上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记住 工作 也可以给你安排 真的 陈上谢谢你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你 我挺要紧 我就让你来先打 陈上 你这个玩笑开的不合适吧 我可没有开玩笑 不给这小子一个教育 他以后难免会碰着自己惹 让他吃点灰好好 要不然 好 就是 况且你以为 陈上给你安排一份工作那么轻松吗 陈上呢 给你一次机会 就已经是大发慈悲了 那算了 谢谢陈上的好意 这个工作我不要了 快 你走 哎陈上 你要走了 他得留下 陈上 我们不需要你安排工作了 你 你放过我们吧 张浩然三番五次的挑衅吗 还想让我放过呢 只要你陪我睡一晚 我就不再针对这个 快到 你怎么敢打我 浩然 你怎么这么冲动 像这种侮辱你的拉西 我打之前才听的 跟我玩横的事 今天我就叫人打断你的狗腿 马上带人来前提 我要教训一个副长也发废物 就你会叫人是吧 告诉他 让他一分钟之内来前提倡 要是人不到 就让他从副董事长的位置上回去了 喂 林董 哎 陈才 到底做什么事情人到了李师长 你是要让你一分钟真的给他前提哦 好好好好 来的机器跟我划楼梯 还有一分钟 一分钟 快快快 陈才到底怎么扔闹了李师长 你行 我得亲自去看看 你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主动认错 这样或许我还能考虑一下 不开除你风法 你的意思是 一分钟之后 我爸就会火急火燎的滚到你面前 而我要是不给你道歉的话 我这个集团总经理和我爸集团副董事长 就会被你给开除 我脑子转造了 还有二次 你什么脑子坏掉了 就凭你也被开除我和我爸 秦月 你老公本事这么大你知道 浩然你在胡说什么 等陈上的人来了 我们就真的走不了了 秦月 你这个废物老公怕是听到我要叫人打断 他的肥脑子吓坏掉了 我劝你趁早离开这个废 我才是你最好的 浩然 你别担心 我这就回去让我爸找人来帮你 去哎 我让你走了吗 看看看看 你老婆都被你给气 陈哥 你又不赞眼出战感对你不见 我帮你跪了他 张浩然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给我跪下 一边磕头一边道歉 我就不费了你 就你 还不够磕 你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把他给我打的动弹不了 我要亲自卸的他 走 住 住手 张浩然 本来我只想谢你两条 现在话 我要把你三条腿都谢 好 我就在这站里 等你吧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不知道今天理事长会来吗 还在叫你胡闹什么 爸 我本来在这等理事长的 结果这个傻子非得了捣乱 还说让你一分钟就在滚到这里 还扬言说 要开除那么负责的 开除我 哈哈哈哈 哎呀我告诉你 在千达集团 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就算您妙然自己亲自来 也不敢说一句话开除 你凭什么在这里嚣张 哎呀问你 我让你好好的招待一下理事长 你怎么让一个小丑在这里上窜下跳 万一冲中了理事长 我承担了几吗 陈柴啊 你真是老是不理我 我就站了你 你竟然认不出我 这个废物整天幻想自己是理事长 已经被打脸很多次 赶紧叫人把他收拾了 估计理事长已经到了 他应该是觉得底下太乱了 所以才叫我下来清场资的 放心吧 爸 你还是好好管管你儿子 我看你们陈家 很快就会灭到他上 你算什么东西 敢这样跟我讲话 张浩然 你吃了球星帽子打了 居然连陈总都敢打 妈的 你一打我就算了 连我爸都敢打 今天我要把你打死 一口气都不留 我上 坏了坏了 陈才闯了大祸了 什么 放死了 你怎么 这就不说好了 接风阴舞的负责进行 爸 林总就是过来抓张浩然 这个废物 偷了李氏长的东西 还从保卫科里逃了住 简直是不把钱来就在放在眼里 对对对对对 张浩然 你现在想走都走不了了 如果你要是当时给陈少跪下 说不定陈少 还能在林董面前说你几句好话 陈华 你帮我干什么 滚开 律师长对不起 我来晚了 他是李市长 他怎么可能会是李市长 这个屌丝怎么可能是李市长 林董 你别被他给骗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狗眼看人帝吗 我可是李市长来到大厦见的第一人 没事 你要是来走了 我还看不到千达公司底部是多么的丰富多散 一个副董事长 一个副董事长 一个副董事长儿子如此嚣张 还有区区一个部门经理 检证千达公司正是检 至少的大客人 林董 陈才 真的是罪该万死千刀万挂 李市长 你刚才是我永远不是泰山 你怎么罚我都行 求你 扰 扰我一条生路吧 爸 他不有那是李市长 他就是个废物 闭嘴 一个逆子 跟我跪下 我不跪 他有那么踏实李市长 逆子 我辛辛苦苦一倍三 就是为了短正 好不容易就我当上董事长了 结果居然让你害死了 你他妈的把我给害死了 李市长 怎么处理他们两个 浩然 你不会 你不会是我从高中喜欢到现在的男人 刚刚就是误会一场 是是他们父子俩 是他们父子俩 想说我的 对对对对对 都是这城上欺骗的 我们给您道歉 林董 这些人作为咱们公司的高管 我觉得有点大财小用 咱们妙想 容不下这几顿大货都开了吧 浩然 浩然 求你了 别这样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求你了 如果你能把我留下来的话 我都什么都愿意做 真的我什么都愿意做 求你 李市长 这份工作 我可是花钱找成才买来的 你不能说开就开啊 对啊 我花了几十万钱买到的职位 你要把我开了 我这钱找谁去要啊 林妙人 我真看不出来啊 我们千大公司分布 真是藏龙卧虎 一个个背景 都那么形容 这件事情 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 查下去 这些 已经和他们有关系 全拍了一个 是 既然建峰也没有办成 那我们就提前咱们见面会吧 好的 李市长 我这就派人把姚景凯送到您家里去 你行那你去忙吧 我也回来一趟 好 拉秦月 不是都答应我了吗 你谁啊 你拉秦月干什么 哎秦月 这就是你的废物老公啊 你不要误会啊 刚刚是秦月主动 浩然 不是这样的 是我回去找人救你 遇到了林妖子 他说有办法救你 但是 要我陪他去今天晚上进面会 所以我才 好吧 我相信你秦月 但是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 不要跟他去 不想 王秦月 必须陪林公子去见面会 有人 我这在你面前 那秦月浩然 你劝劝你妈呀 妈你别这样 快点放弃 我也是为你好 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被这个废物 喝了一辈子吧 哎 伯母 还是你又有 秦月 直说了 你跟着张浩然这个子 得吃一辈子 这就不老你费心了 我会让秦月 过上幸福的日子 并且 让他成为天下 对 张浩然 行什么让秦月过上好日子啊 冲冲你那张嘴啊 妈 这是我和浩然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都既然答应了浩然 就绝对不会背叛 哎 是是 只要秦月幸福 咱们穷点就穷点 什么 妈 这就是要逼死我呀 妈 你干什么 你都是不是好商量 行吗 没在商量啊 秦月 你必须陪林公子去见面会 你知不知道啊 千达公司的 李市长啊 这见面的机会有多难得呀 多少人想去都去不了啊 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呀 妈 伯母说没错 这个是和千达集团传奇李市长 见面的机会 单单是这张邀请谈 在外面出嫁就得高达百万 伯母啊 这个 可是林董看在我的面子上 才给你们王家的了解 你笑什么 你说这是林董 他在你的面子上给你们邀请 你笑什么 林董不屁啊 林董是我姐 他不给我面子 我都给你面子 伯母 你这鼓也脾气大得很 看来这邀请函 什么子 别别别 林公子啊 不要听那个废物 胡说八道 是 看在伯母的面子上 这邀请函我留着 不过呢 两个条件 第一 这个废物 今天晚上不许参加见面会 第二 七月晚上要以我女朋友的身份 给我一同出席 好好好 愣着干什么呀 快点答应林公子 我不去 你真的一点话都不听了 我们已经得罪了陈寿了 要是再得罪了林公子 我们王家就彻底完蛋了 是不是要妈妈给你跪下来求你 你才肯答应啊 哎呀 我去不去不去不行了 哎 浩然 对不起 看见了吧张浩然 这就是权力 这就是你 我可以用我的权力 让你的女人屈从于我 星月 今天晚上穿漂亮的啊 哎 再 张浩然你干什么你啊 是坏了我们王家的好事 我拼上这家老命 我跟你拼了 你应该敢打我的人 过来希望哎 秦月成了我的女人 我才跟你算家 哎 张浩然 你到底要拖累秦月到什么时候 妈 你没看到秦月他根本不愿意吗 你为什么要逼他 你懂什么呀 林公子 林药祖啊 那是千达集团董事长的弟弟啊 整个上京他说风就是雨啊 你拿什么跟他逼 秦月 跟我走 今天晚上必须要让林公子开心 我们王家要是能得到林公子的帮助 看我们在上京 顺风顺水了 走 走 见没有这个我倒是很期待 这个张浩然真是我们家的灾心 不过还好秦月被林公子承受 要是秦月能攀上林公子 我们王家翻身至日可待 过了今天晚上呀 张浩然的头顶上就会堆一顶绿帽子 他这会儿啊估计在家里面急的 上蹿下跳 这个飞舞很大的胆子 居然还敢偷偷混进会场 我们得把他干出去 哎 张浩然 都说了你今晚不能出现在见面会 你是不把我王家害死心里不舒服是吧 我今天要是不出现在他 这个见面会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什么大人物了 还没你就办不下去 张浩然不是不让你来吗 你是要害死我们王家呀 我们王家好不容易得到 跟李市长见面的机会 要是被你这个魂小子给毁了 可老师不牵手打死你 今天你们王家能出现在 全是我给的钱 你们现在自以为是的心事问罪 是不是很难 能参加今天见面会的 可都是上京有头有脸的大人 邀请名单个是林董一个一个亲自确认的 哎呦 现在你确实我们王家是因为你才能来参加见面会 张浩然 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呢 那你倒可以去问一下李妙 没有我的同意 敢不敢 我都没听我姐说过 千达集团有你什么好大人物啊 浩然 你怎么来了 各位 你们别被他呼住了 我姐就是林董 这个张浩然要真是理事长的话 我怎么可能没听说过 对啊况且千达李市长身份何其尊贵 身边怎么也得带几个保镖吧 这个人身边一个保镖都没有 怎敢冒充李市长 就是穿的这么寒酸 我要是李市长的话 身上起码得穿几个亿 才能凸显我的气 哎呦 你 没用 你要是五分钟 不敢在我的面前 那千达集团大商 就没有成造 快 四周之内 我到达会上出席 我的天 那可是给李市长准备的位置 他天然直接坐下去了 就是让李市长知道了 后面会潜入我们整个集团内部的 快把他拉下来 周浩然 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位置 你不请追求 他人家不所有人 早年也早天啊 我们王家怎么团成这么一个 秦云 你快看看你这个好老婆 真的是要把我们王家害死啊 浩然 你快下来 秦云 思思 思思 你可算来了 你快帮我欠着浩然 发生什么事了 李市长 怎么是您 总算有个正常人了 我还以为 今天参加见面会的 都是瞎子 张浩然是李市长 这这这不可能吧 张浩然是李市长 那我之前 几涵都没有 你怕不是跟专浩然一起混进来的吧 思思他一直都在前大公司上班 说不定他说的是真的 秦月呀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他要是李市长 能白白让我们吃了苦五年 秦月 之前隐瞒你 是我的不断 但是我发誓 从今以后 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拉倒了 别那么废话 你要是不从那下来 我们帮你下来 好了腿给我打断 人马路上去 住手 你们要是敢对他下手的话 就都要恨我一辈子吧 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求你们不要伤害浩原 不要你 先把他给我弄一 随到我房间 换着 咱干什么 赵浩然 原本你乖乖滚出去 还能获得一线生机 现在我表姐亲自来 你和王家 就等着死亡造生之地吧 我倒是很期待 一会你能把我换掉 怎么回事 见面会为什么会乱成一团 林董 对不起对不起 都是我管教不利 让我们家这个废物坠序 混结见面会了 我这就把他赶出去啊 这就赶 老姐 这不怪我 这件事完全就是因为这个废物 我只不过是看上他老婆 还就冒充李市长在这捣乱 你是说 你看上他老婆了 对啊 这个废物哪一点配上他老婆 张浩然 我告诉你 越是漂亮的女人 越是要用实力去守住 王清月 俯护不处 不要 我现在不胜 等会 你姐夫亲子 高姐你看 这小子还带嘴硬 实在是太狂了 你放心 待会我一定亲自打折她的腿 把她认出去 高姐你干什么 敌幼祖 姐你找死了 林妙人今天 就和你断绝关系 啊 金大集团 大厦分布董事长 李妙人参见李市长 我没听错吧 林董 叫张浩然李市长 林董 你没搞错吧 张浩然 他只是我们王家一个没什么本事的孙女 去 他怎么能是李市长呢 李市长身份你也没质疑啊 你们这群蠢货 李市长第一次历临大厦 亲自召开见面会和你们见面 你们竟然敢这样对待李市长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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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然姐夫这这这这这都是误会 我们 我们都是妹的女人 我们灭了眼 您您就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跟我姐吧啊 是啊啊浩然 你看看我跟清悠 我们是姐妹的分手 你你放过我们吧 你们两个屈颜不是建议 我们千达九 可容不向你们 自己去离职吧 还有你 刚刚你不说要打断我的腿 再打晕我的老婆放到你的房间 是吗 李市长我错了 对不起啊 你打人有大量 帮我当个披风了吧啊 李妙然 他是弟你自己扯 打断他的狗腿 扔回家 关两年的金币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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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表姐救救我 李妙然 你还死人吗 这好人 真的是李市长啊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这小子有本事 我没看错人 李妙然 你管理的集团分部 基层混落 中层 利用权力为所欲 我应该 李市长请您过一点时间 我一定彻查整个集团上下 把所有的渣子都踢出出去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如果做不好集团分部 就没有在的必要 是 既然 天晓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感觉 像做梦 就是真的 你不是在做 是真的一支 坚定的选择 往后的人 我们一起做下去好 好 我们一起坚定的做下去 那 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看到你